人类和地球的未来都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我们需要紧急行动,改变方向,改变未来 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对子孙后代负有巨大的责任 确保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尊重人权,富足,而不是匮乏的世界 教育既是我们解决不平等和排斥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 也是修复我们受损星球的关键途径之一 但要改造世界,需要先改造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教育的未来倡议 让全世界一起重新构想教育如何塑造未来 尽管迫切需要采取行动,而且情况极其不确定 我们仍有理由满怀希望 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和平、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 为此我们需要重塑教育 门心自问,我们现在做的哪些事情应该继续进行 哪些应该放弃,哪些需要回炉重造 需要为教育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我们必须集体加强教育 将其作为一种全球共同利益 让我们在社区和世界各地一起努力 确保教育能够最好的支持我们共同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